何润东为翻墙的记忆豁出去了!自曝,不仅无仇演出还倒贴! TVBS翻墙的记忆上周六首播第一集,29岁到35岁女性族群最高收视冲到0.54的好成绩,导演何润东首次制作、编剧、演员、导演四只全包,除了在戏里表现不俗外,外加大量启用吴念轩、张廷虎等人, 年轻演员,鲜肉成群,更证明了何润东精准地抓住了青熟女族群。 何润东也坦言在首播前很紧绷,睡不好,甚至在播出的倒数时刻频频看表,紧张之情不言而喻。 为了指导翻墙的记忆,何润东不只推掉了换算近2000万的活动与邀约,甚至将自己在剧中的演员费与导演费圈出,加上自掏腰包1000万投入本剧,不仅无仇演出还倒贴,完全贵了翻墙的记忆豁出去了。 但付出还是有回报,不少网友大赞画面很唯美,美术很强,像拍电影一般的高规格,跟美国影集一样的质感等加评,也更让人期待接下来的剧情发展。 首集播出的张庭胡PK和润东压首罢片段,不仅在PGG上引爆网友讨论,大赞张庭胡饰演的一封太帅了,迷到兼容化无数个少女心。 另一方面,由宋伟恩饰演坏学生饰演老猴,因为是坏得太逼真,更让一片网友直呼老猴超讨厌,好欠揍,看到老猴就怕。 年轻演员表现亮眼,也让网友佩服PK和润东的悬角功力。 杨晴饰演的刑警江雨昕也是本局一大亮点,收集中为了查案而有不少武打戏码。 让网友大呼杨晴帅道让我恋爱了。 杨晴因查案变装暧昧前入夜店调查谢成军,被识破后在街上上演追逐站,半路遇到和润东饰演的高义求助无果,此时邹成恩出现英雄救美,跟杨晴携手击退谢成军等一票黑帮堪称奔剧收拾高潮,更埋下和润东。 邹成恩,杨晴,杨晴,杨晴之间三角关系的伏笔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翻墙的记忆。 每周六晚上十点,于TVBS欢乐台42频道播出。 资料来源,TVBS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